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实验室里面 我们其实现在在地质系的拉曼光谱实验室是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 大家好欢迎收看给地科学子的求学地图第二集 我是Easy的CMV编子强 那这集我们来到了台大地质系 那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我右手边的思琦 哈喽大家好我是台大地质系的上思琦 然后我现在是硕翼 那我之前在台大地质系已经呆了四年 那第一个问题想要问思琦 地质系具体上来学哪些东西 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地质系跟地科系 或是其他有地质的科系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地质系的话最常大家想到就是地质系 然后地科系可能还有地理系这样子 地质其实是包含在地科 就是地球科学里面的其中一部分 然后地质的话主要讲就是 固体地球这部分的科学 那因为地科还包含了大气海洋之类的东西 那所以简单最有一个不是很精确的分类 就是你可以想说地球有这个固态 异态气态的三种形态的部分的话 海洋就是异态嘛 然后大气是气态 那地质就是剩下这个固态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算是你们管的就是地面以下的事情这样子 没错 第二个问题想到的是 我们在很久以前访谈青纳天文的艳新的时候 艳新有提到读天文读物理需要很多的数理能力 那读地质需要这样子的能力吗 他数理需要很好吗 然后再来就是高中地科 我学到高中地科我要很厉害才有办法读地质系吗 嗯先讲数学的部分好了 地质系算是比较不需要很强的数学能力的一个科系 因为大部分传统地质在学的东西是如何去观察通证 一些你看到的地质现象 然后把它整理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地质模型这样子 当然现在在比较多化学物理的方法加进来之后 还是会需要一些数学为基础的方法来帮助这些研究 但是他在地质系的必修课里面算是比较占比比较轻的就是数学的能力 而高中地科的话 因为高中地科范围比较广嘛 不是只有教育地 但是我觉得 如果地质的部分先学好的话 肯定是会对后面大学在学地质的部分有帮助 那除了高中地科之外 另外我也觉得 因为国高中的地理一部分是自然地理嘛 我觉得地理自然地理里面 地理里面自然地理这部分有学好的话 对学地质也蛮有帮助的 因为自然地理地形这些东西其实跟地质作用都是密切相关 那地理西部关注的不是也是地面之下的东西吗 那地质跟地理的差别呢 对 但是地理据我的了解的话 地理还是比较少关注跨时间这么长的内容 因为地质的话会蛮在乎就是跨时间的作用是怎么发生的 一个东西它现在为什么它变成这样是经历了什么 对对对 有点像石头的历史 就是地球 有点像是在研究地球的历史这样子 就是地质比较在乎 有时间跨度跟空间跨度都具备 那地理我想好像是空间比较着重现在的空间 就是我自己觉得国高中 因为地理有分自然地理跟人文地理 那自然地理这部分如果学得不错的话 对 之后学地质也蛮有帮助的 因为像是国中会教就是台湾有各种 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地形嘛 就是台北有盆地啊 然后竹苗有丘陵这样子 那为什么台北也是一个盆地 然后这种竹苗有很多丘陵 其实都跟地质作用很有关系 好那刚才思琪有提到地质研究的是 固体地球 但是研究固体地球 应该有很多不同的研究方向 或是研究方法 思琪可以再帮我们做更深入的解说 地质领域的细分吗 好地质的话 根据我会根据研究方法来分 那第一个就是比较传统的 传统地质 那他们做的就是 会去野外观察 就是研程研石的种类形态 然后它的构造是怎么样的 然后就是比较注重野外观察 这样子 那第二个领域的话就是化学 化学用化学的方法来帮助 做一些分析 像是同位素的定年 或是做一些研石成分的分析 对然后就是用化学的方法 那化学方法也跟传统地质 比较有紧密的 比较有相关性 因为你可以去就是采样本回来 然后给它做分析 然后再来第三个的话就是物理 比较物理的方法 就是用一些物理探砍 可能像电池啊 或是重力探砍 然后还有台湾蛮热门的 地震 用地震学的方法就是收地震的资料 然后做各式各样的分析 这些是比较物理的方法 也是需要蛮多数学的基础在里面的 好那第四个就是用生物的方法来研究 那蛮多就是用像化石这样子的材料 来看一个物种它的分布 或是它在演化上有什么样的变化 那因为生物也是比较偏向形态的研究 所以也是从充满到以前就有的一个研究方法 好那刚才提到很多不同地质的研究方法跟领域 那台大地质的大学部课程 是都包含这些领域吗 大概会有哪些课程 台大地质是因为它算是从传统领域一直到 一直发展 从那个时候就发展到现在 所以课纲上还是比较着重传统地质的部分 就是野外观察 蛮多必修课都是在这 然后有一部分的这个化学 物理化学跟生物都会夹杂一部分 那比重上来看的话 串通地质是最多 然后接着是化学 然后再其次的话就是生物跟物理 对 那但是台大地质的必修课在比重上算是台大里面很少的 就是必修课只有52学分 那剩下有蛮大一部分都是选修学分 就是你可以去选各种你比较有兴趣的领域 或是甚至你可以去修其他相关的课来达到这个选修学分 所以选修很多也代表如果后来发现我对于可能地球化学比较有兴趣 那我就可以靠选修课我最后可能学就会学比较多地球化学相关的这样子 对没错 所以其实大家读完四年专场的领域也会根据你选修课有蛮大的不同 对 对地课有兴趣的人可能都有听过就是我们要出野外做地质调查 自己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台大的地调就是野外的课程 地质系的话某些必修课就会包含这个出野外的实习课程的部分 那除此之外也会有老师开这个选修的地调课 地质系在出野外基本上就是去实地亲眼 然后用自己的双眼用自己的双脚去看每个地方的地质现象 根据不同难度的地调课程也会给学生不同的任务 那比较初阶的地调的话可能就是大部分时间都爱听老师讲课 对 然后自己可能就记一些笔记啊 然后整理练习一些观察的方法 比较困难的野外的话就会要就是基本上的老师就是在旁边 对对对 就只是去顾学生然后可能给你一点提示 然后你要自己去观察 然后收集资料 然后把它通证成一个你觉得合理的地质模型的这个 要一个完整的训练 刚才思琪提到的基础版跟进阶版的野外 我自己也蛮有感觉的 像我自己是大地科也有类似的课程 我也有来台大地质系跨校选修过地质调查4 就是比较偏老师会放生你的那种野外 比较基础的野外我自己会把它形容就像是航客的旅游 你就坐着游览车然后到定点老师就是导游 只是全部都是地质版的 那进阶版的那个时候跟我们去太马里的 没错就是一大早 太马里海边有一个比较陡峭的 算像是有点像海崖的那种地方 然后它上面整片都是很大片的岩壁 然后那个岩壁上面很多漂亮的折皱跟构造 老师就会把岩壁切成一段一段的 一段大概有几公里大概 几百公尺 你一个早上就去看一段 开车之后那边就丢下去 中午回来 你就下去下去做半天的工 我先问这个好了就是 那你在大学部遇到 有没有哪一个是最印象深刻的野外 印象深刻 我觉得太马里是蛮印象深刻的 然后除此之外也有去过这个瑞穗陆野 我觉得瑞穗也 瑞穗的野外也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野外 然后撇除掉去的时候下大雨 但是我觉得瑞穗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 瑞穗是去看什么 瑞穗的话 去那边看中央山脉断层跟中古断层 然后除此之外也有去去瑞港公路 然后去看海岸山脉里面的一些东西 然后因为去瑞穗就可以看到 算是花龙中古地质的 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蛮多重要的东西都可以在那边看 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然后地质系是不是有一个 我听说很有名的叫暑期野外 没错 地质系在大禅生煞市的暑假 会有一个必修的野外 那就是要除三个礼拜 总共三个礼拜的野外 就是一个礼拜成绩眼 一个礼拜火腦 一个礼拜变子眼的样子 那这三个野外 通常沉积眼是去冬 然后火层眼会去澎湖 然后变子眼会去中横 对 那这是一个地质系历史悠久的一个必修课 毕业大野外 那这个暑期野外 基本上就是地质系的一个毕业考验 对 那在这三个野外里面 老师就不会给 不会给太多的提示或解说 那会 应该说主要的 主要的调查的工作 就会让学生做 然后你最后要给 给老师一个 你整理出来的模型 你的结果这样子 就是调查的工作 大概具体会做些什么 嗯 地质调查处野外在做的事情就是 嗯 去野外观察 然后记录 演示的形貌 然后还有可能带一些样本回来 那观察的重点就是 不外乎就是 最基本就是 辨认岩石的种类 然后还有记录一些 可能岩石的层面 构造的请教啊 然后还有看他们的接触关系 这样 然后再把它 统整起来 好 接下来一个就是 敏感问题了 就是读地质系到底可以干嘛 它可以赚钱吗 我想想 如果地质系 如果想要读地质 赚大钱的话 是稍微困难一点点 或是你要去 除非你去国外发展 因为台湾的这个矿产 就是地质相关的资源 不是那么的丰富 就是像你现在可能会听到的 可能北部有一些煤矿啊 金矿铜矿 或是像苗栗有产一些 出房坑有产一些游戏 但是现在几乎都已经太少了 就是没有经济价值 所以台湾没有不太有这种 传统的矿产 商业价值的开采的矿物这样子 对对对 那不过相对的 因为现在比较流行的 现在比较热能的这个绿能 相关的像地热啊 或是风电 地岸风电这些东西 或碳封城都是跟地质有关的 所以但是这部分目前还在 台湾还算是刚开始发展 还没有很很完整的产业 未来或许它会是一个新的 台湾新的矿产 但是除此之外 现在比较容易找到地质相关的工作的话 大概就是在可能工家机关 气象局啊 中央地调所啊 或是去当地科老师之类的 的选择 或是再稍微应用一点的话 就是去工程相关 土木相关的工程 工程国文公司 对工程国文公司 他会需要一些地址 技师地址师 来帮他们做做工程之前的评估 或是工程途中遇到的地址状况 他们需要地址工程地址的 专业的人来帮他们解决 那如果是国外发展的话 是就是去国外的矿业公司 或是石油公司吗 对当然就是去国外的话 一样也是在做一些地址调查的工作 然后评估 但是因为就国外的可能矿场啊 资源啊什么地也比较大 然后东西比较多 相对来说需求也会比较高 那但是台湾的话 还有一部分会需要地址的人的话 就是在防灾的部分 就是台湾算是地址活跃嘛 然后有比较多的断层 然后比较多地震 然后也会比较多台风或是 下大雨的时候造成的山崩突死的 这些东西也是可以靠地址调查 或是地址的一些研究来帮大家减少 避免灾害的发生 如果我今天是高中生 或是高中以下的学生 我对于地址有一点兴趣 或是我很想要读地址系 那思琪有没有建议中学生 接到我们可以做哪些准备 我觉得要为学地址做准备的话 当然就是可以先多去认识 熟悉一些地址相关的专有名词 不管中文或英文都是 然后这样可以帮助你 更快的去学一些更深入的东西 然后也比较好跟别人讨论沟通这样 除此之外大概就是 你还可以去做一些科学逻辑上的训练 就是你要这么更严谨的整理你的资料 然后去逻辑推论 得出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因为通常你需要稍微筛选一下 你看到的东西 哪些是重要的 哪些是干扰 有这样经过这样的训练 你再来认识地址的 来去做地址的一些研究的话 或是做地址的一些工作的话 会学习的更快 下一个问题想要问的是 台湾叫地址系的科系 好像就只有台大跟文化大学 对 如果我真的觉得我想要学地址相关的东西 那我在填志愿的时候 是只有这两个科系可以听吗 还是我所有的地址系 其实都 就是我都可以学到地址这样子 台湾跟地址相关的科系 除了本身就叫地址系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科系 例如中央地科嘛 然后师大地科 还有成大地科 这是叫地科系的 那中央地科跟成大地科 课程里面的地址比例都蛮高的 那师大的话比较平均一点就是 地科里面的各个领域都有 那地址可能就是在四分之一五分之一这样子 在师大地科的话 我们的必修课也很少 就是你的天地海气 然后我们再加地物独立出来 五个领域的必修课修完之后 基本上全部都选修了 所以你可以选择就是地址吃到饱 就是你全部都修地址相关的课 所以你读出来 其实你就是地址背景 那如果你是选择海洋大气吃到饱 那你读出来就是就是大气背景 或海洋背景这样子 再来还有一个不叫地科系的 叫中正的地环系 对 中正他们的地环系就是 除了做地质 还有一些环境科学的东西 但是现在蛮多 蛮常听到他们就是会有几个老师 就会去跑野外 就是他们跑野外跑的蛮凶 所以如果你对地质有兴趣 这些地质地壳地环 都是可以考虑的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必修课 还有看一下他们现在在那边 教书的老师的研究的领域 是不是有特别有兴趣的来选科系 那接下来就想要问你在地址系的这四年的一些经验 先问困难的好了 就是你觉得读地质系这四年 你觉得有遇到最难的的事情 或是瓶颈是什么 比较困难的话 因为我自己数学也不算很好 然后我大一维基分 上学期维基分就被盖 大二的时候再重修一次才过这样 因为 Easy的好像有 微积分被盖的传统 就是因为地质系在理学院里面 所以我们要修的微积分也是 跟其他理工科系一样是 微积分 比较 比较就是最难的微积分 地质里面的领域 蛮多都用 用不到这么难的数学 我觉得跟微积分比起来 可能更常用到的 应该是一些统计相关的数学会反而更好 再来除了数学的部分的话 再来就是 就是 后来选深入的领域的时候 就花了 也是花了蛮长一段时间 在到处看看到处找 一开始是大二的时候 因为系上有一个新成立的 古海洋研究室 那我就有去那边攻读 就是 西海洋层级物 西游空虫这样 然后 大概做了 应该做了一个学期左右 然后 然后在那段时间我就是去攻读 然后顺便偷看一下他们实验室在做什么 我就发现我稍微没有那么有兴趣 再加上后来遇到一个三级警戒 我就没有继续待 后来我就去 后来我就去修一些物理相关的 物理的 地球物理的方法 比较需要一些 电脑啊 程式这类的工具 那我自己觉得我做这些还蛮熟悉的 然后再加上 物理研究的那些东西对我来说是比较 比较好理解的比较具体的的可能那些素 就是物理的性质 应该这样的 就是我觉得我对物理性质比较敏感 相对的就是化学的那些东西 我常常会很难理解 比较难理解他们在看的东西 花了时间在摸索自己到底比较适合走哪边 对 这其实是应该蛮多人在大学会遇到的状况 是因为高中以前其实大部分的课程架构 都是学校或者说课纲帮你制定好的 那大学其实你想要学哪些东西 你想要往哪里走 这是你自己要决定的 有时候其实也不见得是说 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要干嘛的人 才会不知道要往哪边走 有时候我很知道 可能我一开始觉得 这个好有趣 我想要做这个看看 那可能进去试了之后也会发现 诶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跟想象中的不一样之类的 我觉得多摸索 然后多去看看在大学阶段都还蛮不错的 因为相对研究所你就没有这么容易挑来挑去 对 大学的这段时间可以 修各种选修课 因为就算是选修课 还蛮多其实也都是从入门开始的 对就是你可以不需要有很深的 不管是化学或是物理基础 都还是可以去听听看 然后有些老师就会分享一些 因为是选修课 他们就会讲比较多一些实际在做的东西 那你就可以去看那些东西是不是 跟你想的是不是一样 那对你来讲你经过四年之后 你对地址的感觉跟你当初在大一亲来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大一刚进地址系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说 在地址系可以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然后去一些平常没机会去的地方 然后看各个地方的地址现象之类的 就正光见闻的感觉吧 看过很多之后就会觉得说 地址是一个跟生活息息相关的名誉吧 你的盖房子啊都要考虑地址啊 然后很多的基础建设都要考虑地址啊 然后台湾也有很多的地址相关的灾害共生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跟生活啊 跟我们住的环境有密切关系的科目 我觉得满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我算是 回去好奇很多事情背后的原因的 那其实地址就可以帮助解答很多各种的现象 像是大家常常会听到 就是会有一些灾害或是重复的发生 像是我们的恒贯公路啊 中恒南常常三天两头都在山峰嘛 或是台风来就在山峰 然后南横常常断掉这样子 住北部的人应该很有感觉 就是台北到宜蘭的交通 就是没有什么选择 然后又很花时间或是很困难 很塞车之类的 那这些现象 其实背后都有它的地址的缘故 就是很多地方会因为它特有的地址背景 然后变成它现在一个为人所知的产业 或是景点这样 具体来说现在国外观光客来台湾很喜欢去 什么九份啊 金瓜寺这些地方 那它也是因为它那边有地址的矿产啊 然后还有地址的景观 对都造就它的 就是它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都是因为 有它的地址的背景 建立在它的地址的特色上 所以我觉得地址就是学的越多越可以 越会发现它有很多跟平常看到的东西可以相呼应的 看到这边希望大家都对于地址系 跟地址这个领域有更深入的认识 最后思琪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未来 加入地址这个领域的同学说呢 如果想要对地址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要 保持持续的保佑就是 对周遭的好奇跟观察力 对我觉得有这样子的观察力 应该可以帮助你在未来做很多事情 不管是不是地址相关的事情都会很有帮助 保持好奇心真的是学习自然科学 甚至是更多所有的领域都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也谢谢今天思琪来参与我们的访谈 给地科学智的求学地图 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拜拜